我简直快被这两只流浪猫的故事笑插气了 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年初 蝉使官在小区六湾市发现两只流浪猫在吵架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 蝉使官果断拿出两根猫条分别塞到他们嘴里 这才逐渐平息了两小只的怒火 然而就是蝉使官这不经意的善举 却彻底改变了两只流浪猫的命运 甚至后来还让这两个天天吵架的死对头 被迫同居在一起 第二天蝉使官下楼时 发现这两个家伙又在吵架 蝉使官走得越近他们吵得越凶 蝉使官只能再次拿出猫条来缓和这剑拔弩张的气氛 第三天 第四天依然如此 似乎他俩算准了蝉使官每天几点会路过这里一样 甚至蝉使官下楼丢个垃圾都能偶遇他俩吵架 而每次遇到蝉使官都得损失两根猫条 由于他俩天天在小区吵架 很多业主去物业投诉 物业试图赶走他们但并不管用 甚至有人议论要对他俩投毒 蝉使官担心梁小枝受到伤害 只能被迫先收养他们 同时也在心里想 以后这俩家伙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应该就不会再吵架了吧 不过事实证明 这只是蝉使官的一厢情愿 带回家后 这俩家伙依然是一见面就掐架 而此时也只有猫条 才能让他们暂时放下恩怨 蝉使官也试图用各种方式修复他俩的关系 不过作用都不大 只要俩家伙一对视 必定还会吵起来 后来蝉使官听说 三花猫号称猫界大美女 只要三花出现 不管什么样的猫 都得被迷得五迷三道 于是灵机一动 果断把大白的脸画成三花的模样 结果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我不相信你两眼 现在确实是不吵架了 就是把大局恶心的 看都懒得再看大白一眼 那委屈的表情似乎在说 我是喜欢三花没错 可他是个猴啊 而为了让大局对大白产生兴趣 蝉使官也是煞费苦心 用大局最喜欢的羽毛 给大白做头饰 给大白画美人质 穿性感的碎花泳装 和狂野的虎皮短裙 甚至给大局看三花猫的视频 洗脑 不过面对如此性感的大白 大局依然是毫无兴趣 不过画完装的大白 明显自信多了 可能此时他眼中的自己 真的就是猫见刘亦菲 既然大局一直嫌弃大白 蝉使官索性把大局也画了装 大局本来对自己的长相挺自信 画完装后彻底抑郁了 甚至大白都开始嫌弃的 本来是两个见面就吵架的欢喜冤家 如今在蝉使官的强行撮合下 却变成了相看两眼的两口子